来看羽毛球方面 虽然中国的女双 于阳王小李组合刚刚遭遇重罚 但是并没有影响其他选手的表现 在所以今晨进行的多个单项赛中 中国选手纷纷传来解报 两场混双半决赛中 中国选手张南 赵云磊 马进 徐晨 分别战胜对手会是决赛 为正处于逆境中的中国羽毛球队 提前包揽金银牌